开心秀出刚到手的金牌 与队友合影喜悦藏不住 能再次披上美国代表队战袍 出战奥运 对美国体操女王拜尔斯来说 一切真的不容易 现在我听到这一场 但我并不觉得我真的会明白 我从这一场游戏 我从这一场游戏的游戏 现在最大的游戏是Savone Miles 2020东京奥运在最熟悉的 跳马项目上出现失误 拜尔斯抛下震撼弹宣布退赛 因为这时的他身心已达极限 年仅6岁就展现天赋 开启体操生涯 拜尔斯被形容是天才选手 不断挑战身体极限 2013年开始代表美国 征战世锦赛得奖无数 2016年里约奥运一举拿下四面金牌 加上这次巴黎奥运刚夺下的 团体赛金牌 这位五金体操女王 在美国体操界写下记录 但多年来饱受外界压力 出现空中失感的他 冬奥时惊觉自己再也撑不下去 宣布退赛后 花了三年时间重新调整 Netflix将这段心路历程拍成进入片 在战奥运的他也证明自己实力 女王回归 好莱坞名人纷纷到场见证 陪伴拜尔斯熬过低潮的先生 也在场边一路支持 挺过身心煎熬挺过压力 拜尔斯巴黎奥运第一站就夺牌 正式向外界宣告体操女王 满血回归 I'm doing what I love and enjoying it TVBS新闻综合放大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Owin